花友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谈一下杜鹃花掉叶的情况 很多花友朋友可能从花市或花棚把杜鹃花买回来 特别是北方的朋友们 一旦进入室内之后 就会碰到杜鹃花大量的掉叶 出现这种情况 实际上就是我们家庭的环境 和杜鹃花原来生长环境的差异造成的 最主要的是空气湿度的差异 杜鹃花对空气湿度要求很高 在花棚里面 百分之七八十的相对湿度 是很正常的能达到的 而我们家庭里面室内 特别是北方在冬季供暖前后 也就是能达到百分之二十多一点 所以这种差别 数字差别就相当大 这样出现空气干燥以后 杜鹃花就通过掉液的方式 减少水分中发来保护自己 所以出现这个情况 我们千万不要觉得 是不是我浇水少了 造成过干 然后大量去浇水 因为过多的浇水 会造成杜鹃花根系的腐烂 会进一步加重它落叶的情况 出现这种情况 或者是我们把杜鹃刚从花室 或者花棚买回来之后 我们首先要把杜鹃花 尽量放在一个相对冷凉的环境 杜鹃花生长是不需要高温的 第二个我们想尽可能的在杜鹃花的周围 增加湿度 一者是我们可以通过喷雾的方式来增加湿度 第二个我们可以在杜鹃花的周围 可以设置一些水盆或者杀床 让这些地方的水分向上中发 满足杜鹃花对湿度的要求 那么只要它湿度要求满足以后 它对环境要求满足以后 杜鹃花的掉液的现象就可以得到控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杜鹃花的周围